你會切嗎? 你們家裡有這個嗎? 你會切嗎? 你有看過媽媽煮東西嗎? 我跟媽媽煮大了耶 他說他必須要嚴重到什麼樣的程度 影響到生活功能 譬如說呢? 譬如說常常因為這個樣子 老師事情做不好 或者是出錯 然後甚至有很多的糾紛 那有些孩子不只是因為他有專注力的問題 他還會有活動衝動的問題 那這個又更容易造成人際上面的衝突 那譬如說學業上面 明明這個孩子是很聰明 可是他上課沒有在聽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聽到一半一知半解 所以他的學習也造成了困難 這個圖的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圖就是說我們在診斷上面 就是說這個小孩子掉東西了 這個小孩子忘了帶什麼東西 然後事情做不完 我們就說他有這個問題 他一定是要符合足夠的一個診斷的條件 包括這個核心的症狀 12歲以前就必須要出現 然後他的症狀 不是三天兩天 不是剛上小學 不是剛換了幼兒園 剛到一個新的國家 就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他還在兩個情境以上出現 剛剛說他不會是只有在安親班 不會只有在家裡 不是只有在數學課 或在英文課出現這樣的問題 最重要的其實是要影響到生活的功能 我們有些人 三三五五十掉東西 可是他其他的事情 或者是他最後的能力 其實可以維持得很好 那我們也不會說他是達到有疾病的一個狀況 就有發生這樣的一個問題 雖然他很可能就醫是成人才就醫 可是你仔細去回覆他的過往 他從小應該就有這樣的問題 最晚最晚12歲之前一定會出現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12歲之後出現的 不是說才來就醫喔 是你怎麼問都問不出小學12歲之前有這樣的問題的 那我想我們就比較不會認為他是注意力不足過度的問題 我們可能會認為他是其他的因素 比如說像有些人憂慮也會這樣子 有些老人家情緒不好 看起來也會亡漫亡心的 失智的問題 但是他這個就是假性的失智 所以其實專注力很多的疾病很多的問題都會影響 所以我們必須要從他的病史 他的生理的檢查 那必要的時候可能會幫他排一些心理評戒 確認一下他的學習能力的問題 所以我會提出來就是因為女孩子 因為他沒有那麼多過動衝動的問題 所以其實小學是不容易被注意到的 那到大了他真的發現他很努力 可是總是就是掉東掉西 那總是事情他的規劃會有問題 所以導致他工作上面碰到很困難 也會有個 Nar strengths след 幾以後 沒有很多師父 剛才是財務的 那就是極作財財 不可能是:「股局對的 請 sandwich…